每日一次的观众朋友您好 今天我要介绍给您的是一个涛字 涛虫的涛 涛字的国语注音是 涛涛一声涛 涛一声涛 涛是以丝编成像绳子一样的扁形袋子 除此别无其他的解释 但是有一种在脊椎动物肠内的寄生虫 因为它的体型柔软而扁长 就像丝带一样 所以称之为涛虫 涛虫是由很多个环节结合而成的 没有眼、肠、胃等器官 雌雄同体 只是靠头部的吸附器 吸取所寄生动物的营养 而滋长繁殖 涛虫分为猎头涛虫 有沟涛虫 以及无沟涛虫等三种 其中以猎头涛虫最大 长度可以达到两丈五尺到三丈五尺 对人体的危害很大 涛虫的幼虫 多是潜伏在牛肉、猪肉、鱼肉之中 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吃没有煮熟的肉类 饮食卫生也要多加的注意 涛也可以写成这样的涛字 这两个字的意义呢 是一样的 但是有一个字形和这个涛字相似的笛字 也一并在这儿做个介绍 笛字的国语注音是 得一笛二生笛 笛是用来洗清物品的意思 也可以做清扫奖 如诗经冰封七月有 九月素霜 十月笛长 是说每年的九月 气候就开始寒凉而降霜了 农夫们也收割完成 都纷纷打扫干净晒谷或晾麦子的场地 最中的笛厂就是新扫谷麦厂的意思 笛也是洗厨的意思 如李白的诗友 笛荡千古愁流连百胡尹的句子 而笛笛则是说山上没有树林 河中没有流水 都好像是被洗掉了一样 最后要提出来的是 涛和笛 这两个字都不可以念成条字 就如同小和调字 也不能念成条字是一样的 今天每日一字就介绍到这儿了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我明天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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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